我们看下一个点 这个东西 这个第三个 我们来研究一下 什么意思 叫做如果仔细探讨 这个detellusory 它的意思叫做 如果仔细探讨 我说这些 我们一个 它可以帮助什么 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 它帮助 这个所谓的那个 消化系统 就是好好的去帮助 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 变得更好 以便让到我们的消化系统 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这是第三段 刚刚那个是第二段 所以这个是第四段 也应该来说 开头一段 刚刚已经削了两段 这个是第四段了 OK 我们可以帮助 我们消化系统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P OK 这个是我们的P 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Point 这个是我们的Point T-O-I-N-T 讲了Point过后呢 下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的解释 你的解释在讲 你看到吗 就是说你的解释 你的那个Hurayan 再加你的Chonto 就是如果你本身的 这个所谓的饮食不健康 饮食不均衡 吃买这些炸料 油腻的东西 很高那种 所谓的那个 很高那个 所谓的那个 Kalorie的东西呢 会弄到你很容易什么 肚子痛 这个是你的Chonto 还有Sembalic 就是你的这个 便秘 这样怎么办 所以 的Makaran Yang Serimpang 是包括了 有Fiber 纤维 OK 还有Vitamin Yang Menchukupi untuk mengalakan 这个Tum 的Saran 就是我们要吃的 健康品质 我们要吃多一点 这种所谓的 有Fiber 还有有Vitamin 刚刚我们没有写到Vitamin 现在我们加一个 卫生素 Vitamin Yang Menchukupi 足够的 OK untuk mengalakan 我们的Tum Besaran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神字 就是好好的 让我们有这个 所谓的发育 Yang Menchukupi 简短来说 Keter Perlula Pesikam 我们要怎么样 放一个谚语 什么谚语 Menarik Ramput 这个所谓的Talam Tapung 就是非常的 小心翼翼 Apabila Mengamaukan Per Makanan Yang Serimpang OK 当你吃的健康 健康饮食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的 小心翼翼 Menarik Ramput Talam Tapung 来 好好的去 然后照顾好自己 你的健康 OK 让到你自己 有这个健康饮食 所以刚刚那个 是第三端 OK 你们还没有写完的 你们可以 screenshot起来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下一段 就是第四段 OK 第四段 吃的健康的话 重点是什么 第一 你的Point 可以好好的 帮助你的消化系统 解采好 解采好这个Polive过后 你可以好好的去 吃的不健康 你讲反义食 如果吃的不健康的话 你可以弄到肚子痛 还有便秘 所以我们的健康饮食 包括了有Fiber 还有Vitamin 可以鼓励我们的发育 叫我们要有怎么样 有这个所谓的Bersicab 就是有一个好的态度 包括了 这个什么的 那个 menarik rambut dalam tepung 放言语 Peribasa 来好的 去 mengamalkan 这个 pemakanan yang seimbang OK 如果你要加唱 我没有言语 我要放什么 我可以讲 Pentecutter kita perlulah bersikap seperti 这个你没有 seperti吗 这样怎么办 Pentecutter kita mestilah mengamalkan pemakanan yang seimbang untuk membantu 这个 sistem pencetahan OK 就是帮助这个 小花 系统 OK 这个东西 帮助你的这个 小花 系统 OK 这个讲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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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的这个 小花 系统 所以你看 这个你可以放 我放这个 所谓的 不一样的颜色 我放灰色 我放灰色 然后我放这个灰色 这就是 本难得我查的 OK 好 我放灰色 这些就是我们的 这个 本难的 1-800 OK 让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更加的顺利 OK 来把它给下去 这个 时间 想买它 这个 最后一个了 alright 健康饮食 还有什么好处 OK 最后一个 登登 这个 减肥的 alright 那这个东西 你看 健康饮食 你的 point 就是 没有讲到 这个重点 我们完完全全 没有讲到 这个就是 mangawao cada obesity OK 刚刚没有讲到 这个所谓的 乖道 吃肥的 吃肥是一种 病吗 这个问题 是问得很好 你们觉得 你们告诉我一下 我们做一个 小小的问答 学生们告诉 一老师 请问 obesity 吃肥 酸不酸 一个病 yes or no 你们觉得 吃肥 吃肥是obesity 你们觉得 酸不酸 一种病 yes or no 其实 其实不酸 alright 其实不酸 这个是过胖 过胖症 吃肥就是过胖症 他是 就是说你自己 他 应该这样讲 他是一个所谓的 calculation 一个measurement 一个测量 来觉得 你自己是不是 一个健康的水平 罢了 他不是说你吃肥 就代表你有病 有病是客瘦 糖尿病 心脏病 这种是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吃肥 不算一个病 所以如果你有吃的 饮食健康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 控制好 吃肥的东西 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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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图片那边 可以帮助到你 OK 就怎么样去 让你没有吃肥 吃得饮食健康 我只要吃水果 我只要吃 那个所谓的 那个 吃蔬菜 可是问题是 还有什么理念 可以用 就是那个图片 上个礼拜 有教的 就是 所以这个理念就是 我们的概念 就是拿的食物 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小的 但是是 有 有 那个所谓的 有营养的 而概念 这个 就让 伯伯人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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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的 苗条 OK 还有 让人 让人 在 上面 让人 摩托 肥 肥 OK 这句话 一个言语给他 就是 胃与 绸缪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讲法 有什么 有你的 point 可以控制好 你自己的 肥 然后你的 这个 就是 这个 所谓的 一个很好的理念 就是 苗条你身体 减轻你的重量 还有这个 减少 那个 obesity 然后 这个所谓的 chonto 就是 concept s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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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 言语有吗 就是 sidhikan baiyong sipron hujan 然后你的 强调就是 Jilasla mahawen OK 这样你家老师 这么这边 全部 弄完了的 你又先写 chonto 先 才写 你的 然后又再写 你的 这个所谓的 言语 然后又 在一起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 重点就是 point 留在第一个 位置之外 其他后面的 hurayan chonto 那个所谓的 peribase benegasan OK 就是说 sorry point跟 benegasan 留在一个前 一个后 中间的这些 hurayan chonto 还有这个 所谓的 那个peribase 可以互相的 使用 就是你可以 参这边 又可以参这边 又可以参这边 可以互相用的 OK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我们看 这个 back to here 那 acuscalling 然后 untaract aspect 可能 就是那个 所谓的 那个 concept 你 可以 去弄到 你有 那个 所谓的 减少 obesity 好 苗条 到底身体 变得更加的 苗条 OK 来 下去 这个 OK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